现在正值报税季节 不少民众都想知道 有什么办法能够结税 下面就来听听保险专家给出的解答 现在正值报税季节 税金年年上涨 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大家结税呢 每年到了缴税的季节 大家都很头痛 才刚刚缴完房屋税 马上又要缴所得税 要怎么样才可以帮自己的荷包 多省一点钱呢 如果您不是很了解怎么投资理财 或者您是属于比较保守型的 喜欢细水长流的投资方式 不妨考虑在报税的季节买一个ERA ERA就是Individu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s 是所谓的个人退休计划 ERA要怎么运作呢 政府规定50岁以下的人 每年最多可以在ERA账户上存5500块 而50岁以上的人 每年可以在ERA账户中存6500块 这存入的钱可以Test Defer 就是说这笔钱现在不用缴税 以后把钱拿出来的时候再缴税 那当我们退休后 收入相对没有那么高了 缴的税也会变少 这样可以达到结税的目的 除了结税以外 ERA的主要功能就是存退休金 现在很多人投资基金股票 可能投资报酬率很不稳定 很多时候更是赔钱的 但ERA的好处是 不仅可以保本还可以有不同的利息回报算法 很多保险公司更提供Bonus 所以ERA不仅保本还可以有额外增加利息跟Bonus 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方式 例如有些保险公司的ERA账户 最低金额只要2000块 你就可以有7%的额外Bonus 加上如果你是选Index利息算法 或者是Interest固定利率的话 你可能还会有额外20%的增值空间 对比风险高的投资产品 ERA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现在除了是报税季节外 也是加州全保的开放期申请期间 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加州全保是根据家庭年收入来决定你的保费的 如果家庭收入较高 可能就无法拿到政府的补助 保费可能是全额的 但如果你的收入符合政府规定 那就可以拿到保费补助 相对的可以付较低的保费 那ERA这时候的功能就非常大了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较高 那就可以用买ERA来降低你的adjust gross income 这样在申请健康保险时 可以减低你的保费 例如一对夫妻45岁 家庭收入如果是4万块的话 在ERA账户中各存5500块 这样子年收入中可以直接省掉11000块 那申请加州全保可以用29000块的收入来申请 不仅保费可以打对折 还可以有升级的赢计划 让保险福利变得更好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选购ERA产品的时候要当心隐藏费用 例如开户的手续费 或者是每年的管理费等等 所以一定要找可靠的经济 了解利弊智慧理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